1号码 宣宾夺主 澳大利亚的三岁 六色公马 骑士 陆金贵 练马师 张明亮 马主 王卫东 4号码 完美至今 澳大利亚的三岁 六色公马 骑士 李方格 练马师 四十股龙 马主 玉龙马业 2号码 亮堂堂 澳大利亚的三岁 六色公马 骑士 张光明 练马师 张明亮 马主 王卫东 13号码 战功卓柱 来自澳大利亚的三岁 六色母马 骑士 柯凯文 凯文 练马师 何祥寿 马主 华语马业 12号码 月龙 福青 来自澳大利亚的三岁 六色公马 骑士 初一 练马师 董春红 马主 月龙马业 7号码 御风追 澳大利亚的三岁 六色公马 骑士 魏银中 练马师 魏大 马主 石 张学斌 我们看一下 5号码 宇宙星神 澳大利亚的三岁 六色公马 骑士 敖白云 练马师 刘萌果 马主是华语马业 14号码 荣克风云 澳大利亚的三岁 何六色的公马 骑士 王武美 练马师 丹尼斯 马主 李福子 骑士 已经上马 我们现在看一下 6号码 华语风貌 澳大利亚的三岁 六色公马 骑士 阿拉德特 练马师 宁风光 马主是华语马业 8号码 富安 同飞 来自新西兰的三岁 何六色的公马 骑士 凯文 阿波波 凯文 练马师 包松喜 马主 傅永斌 9号码 天字神剑 来自澳大利亚的三岁 绿色公马 骑士 陆永康 练马师 丹尼斯 马主 王军宁 11号码 一代 萧雄 澳大利亚的三岁 六色公马 骑士 赵新刚 练马师 白显国 马主 朱金波 10号码 燕春百灵 来自澳大利亚的三岁 六色公马 骑士 赵电话 练马师周 喊马主 赵春 最后两下 3号码 赤焰飞伤 来自澳洲的三岁的六色公马 骑士 黄建辉 练马师 罗欣科 马主 一名马业 马比出发 好 各马出来比较顺 没有慢炸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排在比赛最前面的多匹马 黑色彩毛的预风坠排在比赛的前面 紧接着可以看到黄色彩翼的12号码 玉龙福星 然后内栏可以看到另外一匹马 我们可以看到14号码 荣克风云排在了比赛的第三位 两个马位之哥可以看到中间的就是13号码 战功出的本场比赛任门之一 然后可以看到同马房的黑色彩毛就是5号码 宇宙星神 马匹已经开始过满排在比赛第六位的中间 可以看到11号码 一代萧熊 接下来可以看到的马匹就是玉龙马业的另外的两匹马 可以看到有这个华语峰 然后再往后可以看到有这个白色彩帽的 就是4号码完美之一 马上就是弯道转直到了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马匹比较多 然后黑色彩帽 黑色彩翼的7号码 玉峰追 排在了别场比赛第一位 领先在两个马位 后面的马匹又在追 可以看到有5号码另外的黑色彩帽的5号码 宇宙星神在追 旁边可以看到蔚蓝 铜马 放到另外一匹马 13号码 战功着住 最后的150米 两个马位领先 再前可以看到 7号码 玉峰追排在了比赛最前面 其他没还有机会吗 可以看到另外一匹马 从白蓝赶得出来 13号码 战功着住 拿到了冠军 13号码 战功着住 荣誉之战的女儿 拿到了神级版本